早晨的最新消息 这是在鼎心饲料邮案 经过15个小时的何怡婷辩论之后 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呢 在今天凌晨一点多裁定 鼎心质油公司前董事长魏英聪 以一亿元交保限制住居 每天都必须要到辖区的派出所来报道 低着头不发 一语快步走出地院 鼎心前董事长魏英聪交保后 首度面对媒体只简单说 谢谢大家关心 接着就快闪离开 回家的感觉有没有什么想要做法关闪 我想这个谢谢大家 罚警室堆叠着一困困两千元现金 一听到魏英聪能够交保 魏英聪二姐立刻载着一元出面办理交保 彰化地院审理鼎心饲料邮案 法官28号凌晨一点多裁定 魏英聪一亿元交保限制住居 不过每天必须向辖区派出所报道 另外鼎心代理董事长陈茂家 前总经理常梅峰 越南大幸福公司负责人杨正义都以五百万元交保 虽然交保的金额虽然大了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听说杨正义可能还要明天看抽不抽得到钱 那其他我们员工的部分我们也有帮他准备 魏英聪和常梅峰曾当庭哽咽大悲情排 知自己有多处疾病 两人也都希望能亲自参与儿女婚事 请求法官准与交保 没想到魏英聪受押102天后终于裁定交保 甚至在五分钟内魏家就被托一亿元送到法警室 魏英聪交保后先回祖措陈美堂拜拜 接着再回台北地报 如今顺利交保看来魏英聪返家过年已经有望 记得陈广瑞张贝兹彰化采访不懂